你好,我是昆仁流石 欢迎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窗外呢,这是旧小区改造 我又做不到绝对封闭 所以说呢,万一有点杂事啊 您还得多包含 那今天咱们要聊的呢 是准盖尔韩国的第二人大韩 策望阿拉布坦 就是这个大韩盖尔丹的侄子 当年准盖尔部投人僧格的长子 那有哥们说不对啊 那盖尔丹死了以后 那咱们一直不就在聊 策望阿拉布坦吗 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 在咱们的故事当中 自盖尔丹死了以后啊 实际上聊的都是跟准盖尔韩国 有关系的故事 这大韩策望阿拉布坦呢 咱们还得从今天开始聊 在聊天之前呢 咱们先得回答几个好朋友的问题 有好朋友就问了 怎么看待这些蒙古王宫 和这个中原政权 也就是大清朝啊 发动的战争 该如何给这些战争定性呢 如果这个问题让我来思考的话 我干脆就不会给这些战争定性 如果我们现在认为 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是我们华夏的话 那这些战争呢 基本上都发生在华夏的土地上 那经历这些战争的人呢 那也就是我们的前辈 我们的同胞 无论他是哪一个民族 既然这样呢 那我们还分什么对错呀 我们了解这段历史也就行了 那么有的朋友一定要深究一下 一定要给这些战争 非要画个定义的话 那么咱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就比如说这个乌兰布统治战吧 准个二韩国的大韩 嘎尔丹带领着自己的骑兵 一直打到了漠南蒙古的最南端 现在说那块啊 都有部分地区是河北省了 那对于清朝而言 发动的这个乌兰布统治战 就是一场击溃外来入侵的 这么一场战争 换句好理解的话呀 就是打击外来侵略者 那咱们上一集说的是 清朝派了大军去剿灭卢伯藏丹精呢 这就是平叛 因为卢伯藏丹精这个 清海管事亲王的头衔啊 也就是说他屁股底 这个亲王宝座呀 那是大清朝册封的 那这个大清朝的王爷反了 派兵去镇压 那肯定就会定义为平叛 但是呢 咱们这一路的故事讲过来 你也能够发现 这里边其实原因很复杂 有民族的地狱的宗教的等等等等 所以我说呢 就是聊这段历史 远比给他下定义呀 有重要的多 得嘞 那咱们闲言勾开呀 接着聊今天的故事 继续说这个策望阿拉不坦 这策望阿拉不坦呢 是准个二韩国的第二任大韩 他父亲僧格呀 都算不得大韩 顶多算上是啊 部落首领 或者是部落联盟的首领 只不过呢 这蒙古族啊 也称呼这种人为韩王 那这策望阿拉不坦呢 是韩王的长子 就等于是啊 嘴里含着金钥匙降生的 可是这金钥匙啊 没含到几岁 就被别人拔出来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两个大爷 是他父亲呢 同父异母的两位哥哥 把这个首领僧格呀 就给害死了 这才有他六叔啊 这杆尔丹放弃了自己 活佛的身份 回到伊犁河谷 给这个清哥哥报仇 您还记得这杆尔丹 是什么活佛吗 对咯 引咱糊涂喝涂 哎 这是蒙古人的称呼 在藏区呀 被称作温萨活佛 您可别小看 这个温萨活佛系统 这温萨活佛呀 在拉萨可是有自己的庙的 温萨庙 也就是说呀 这出罗斯盖尔丹 在回伊犁河谷之前 在温萨寺 是有性众 是收供养的 咱们说过的时候 就不再多啰嗦 这引咱糊涂喝涂 回到伊犁河谷之后啊 三下五除二 就拿起了这两个呀 同父异母的清哥哥 一个呢 给弄死了 另外一个呀 远顿他乡 这算是给自己的亲哥哥 同父同母的亲哥哥 头人僧格 报了仇了 那会儿啊 实际这测阿拉布坦呢 才十岁 僧格这几个儿子呀 就都被这个 杭尔丹收养了 这其中就包括侧王阿拉布坦 剩下的有名的呀 还有这个索罗姆阿拉布坦 和丹京俄目部 咱们知道啊 这丹京俄目部 是最后啊 在这个杭尔丹 已经那个重判清零的情况下 才离开的杭尔丹 那么说同样是森格的儿子 那为什么后来侧王阿拉布坦 被逼走伊犁河谷 索罗姆阿拉布坦 最后被杭尔丹毒死了呢 其实这里边原因很简单 这几个孩子 也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 就像杭尔丹他们兄弟一样 不是最后也是离心离德吗 显然这侧王阿拉布坦 和索罗姆阿拉布坦呢 这两个人呢 是很亲的 并且呀是嫡出 所以这杭尔丹 虽然收养了这批孤儿 自己的这些侄子 但是随着这些孩子呀 越长越大 他感觉到了威胁 尤其是侧王阿拉布坦 和索罗姆阿拉布坦 这两个嫡出的侄子 因为无论哪个民族 这父死子祭呀 才是这个王位继承的正统 胸中帝极呀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您看看全世界 所有的这些政权交地 在先王有儿子的情况下 仍然是胸中帝极的 那都有背后的原因 远了呀 您可以看看赵匡印 近了呢 您可以了解一下 卡斯特罗他们家 所以这杭尔丹呢 害怕这两个侄子 就设计毒死了索罗姆阿拉布坦 并且从各方面 就挤的这位 自己的大侄子 策望阿拉布坦 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有个小情人 是谁呢 是他的母亲 双重异义上的母亲 最初啊 这位母亲 阿奴啊 是他爹僧格的小哈敦 说清朝话呀 就是策福进 他爹死了之后啊 就被这个杭尔丹 收纪婚了 成了他六婶 可是他阿努 可敦的地位就提高了 就真的成为了可敦 说白了呢 就是王后 咱们不申巴 是人家这个少数民族的婚姻制度啊 按说这六婶的妹妹啊 你应该叫小仪 不管怎么说呢 就成了他的小情人了 两人你农我农啊 都长起来 该要结婚的时候啊 杭尔丹呢 就看中了自己这个小姨子 这小姨子啊 叫阿海 他给得着了 成了他的小哈敦了 您想想这策磨阿拉布坦 他能不急吗 带着自己的亲随跑了 就离开了他的叔父 杭尔丹 找了一个什么机会 就是找啊 这杭尔丹 东晋和这个大清朝 打乌尔会和支战 这个当口跑了 从哪跑到哪呢 从科普多 跑到了伊犁河谷 那有人说不对吧 这伊犁河谷地区 那不是准杭尔韩国的首都吗 大韩应该在那啊 那这策磨阿拉布坦 为什么从科普多 往那儿跑呢 却原来啊 这杭尔丹 为了这个争东方便呢 把自个的部众啊 和这个士族 都迁到了科普多 哎 就是为了打这个 墨北蒙古方便 翻过杭矮山呢 就开战 用咱们汉族人的话说呀 这策磨阿拉布坦 觉得自己的门生故旧啊 所有的老熟人 老部下 都在这个伊犁河谷 所以他才带着了 自己的亲信 就去了伊犁河谷 这杭尔丹 听完这个信之后啊 赶紧翻回头来追 追还没追上 追上了还没打过 那自己这个争东的计划呢 还没完成 转过年来 不是就打了那场 著名的乌兰布统治战吗 这杭尔丹呢 也无心和这个侄子恋战 既然追不回来就算了 翻回头向东 继续他的争霸大业去了 就给了这个策望阿拉布坦 喘息的机会 这回走着策望阿拉布坦呢 不但带走了五千步众 牲畜牛羊 还拐在跑了 这杭尔丹的小媳妇阿海 就是他从小那个小情人 有一点呢 说实在 我觉得就很离谱 因为这会儿的策望阿拉布坦呢 无论是在事业上 还是在感情上 都应该是人生的大拐点 并且是往好的方向拐 可是呢 让我很纳闷的是 就在这一时期 他回到了伊犁河谷 他行为放荡 经常和一些 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 最后竟然染上了霉毒 并且这个病啊 最终折磨了他一生 可是呢 我可以在这给您谢个敌 这策望阿拉布坦呢 并没死于这个倒霉的病 他像很多不太平国家的君主一样啊 死得很蹊跷 这个咱们后文书啊 还会细细的讲 贵拉特史纲当中 记载了策望阿拉布坦 晚年的时候的身体状况 这上面说啊 昏太记 说的就是策望阿拉布坦 年轻时 从嘎尔丹 博首克图处逃出后 至图鲁番 住有多年 当时尚未娶妻 两有不分 长期 茴子之女 固然有阳眉疮 虽经调制未能根除 自钢门制 睾丸之间 生有许多疮 以破口流浓 每年接腹饭 胯下红肿 嗓子失音 牙床异肿 受罪非浅 您看这幅模样不说啊 这策望阿拉布坦 在年轻的时候 一只眼睛 还是受过伤 已经失明了 所以说 他晚年的模样啊 应该是很恐怖的 那这段记载当中啊 说他染病啊 是在这个图鲁番染的病 实际上呢 我宁愿相信是后来 他在伊犁河谷染的病 是有了几个孩子之后 要不然 这策望阿拉布坦的后人身体情况 岂不是让人担忧 行了 这既是八卦 也不是八卦的一段消息啊 咱们就聊到这 不忘身了八尺 说多了没有意思 谁年轻的时候 还没犯过错呢 当然了 在那个时代 人的认知范围之内 这种事情啊 也不一定就是年轻人犯错 总之啊 这策望阿拉布坦 大汗这一辈子的命运 还是很坎坷的 那么说 拖着这么一个病歪歪身子的大汗 那治国怎么样呢 哎 这您还放心 这策望阿拉布坦的治国方面 还是不错的 在他统治准改尔韩国时期 这韩国的领土啊 曾经最大化过 上期咱们也说了 这大策领 敦多布带领着准改尔兵啊 曾经占领过 卫赃地区 您看咱们说的挺快 实际上啊 这准改尔兵 在那儿也占了好几年呢 不光这些 对付来侵犯的老毛子 俄罗斯人 这策望阿拉布坦 也很有办法 那么这位大汗是如何实现 经济的中心又赶走了老毛子的呢 咱们明天接着聊